你好好朋友们,你们还好吗?这里是小黄 不知道各位最近刷题刷的怎么样 我是刷到了这个Binary Search的部分 Binary Search真的是不想说话 就是我觉得能掌握这一个部分的题目 就代表你真的是一个很信心的人 尤其是那个Edge Check 像什么Boundary Case这种 没有两道Binary Search是一毛一样的 真的很欣慰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策略只有是理解 然后背锁 我已经不求自己能够说 做到完全的自主的进行这个代码的implementation 就是代码的实现 我能把道理讲明白 但是很多地方的话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能力是不足以在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之内 把完全Bug Free的扣的写出来 但是我觉得量变产生质变 只要我多背诵多理解 总有一天我可以做到Bug Free的Binary Search的所有提醒都能解出来 加油 可以的 今天呢 我们来看309TIP 又来那个卖股票了 但这一次呢就是有with cooldown with cooldown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刚把股票卖了之后的那一天是长置休息 就是有点像熔断机制 你懂吗 就是怕你做多了太多的交易 唉 最近也嘴飘了 但是受不了自己 然后在所有的写法里面呢 我看到了许多就是很fancy的一些东西 然后今天我就想讲一讲这个 我看到这个令人醍醐惯你的东西叫状态机 状态机 状态机这个东西呢 让我想到了你们玩过那个游戏吗 就是什么飞行棋啊 大富翁啊 就是他给你规定好了 你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你就必须前往哪一个 就大概就是 就把那个游戏规则给你完全写清楚 然后你必须按照那个游戏规则走 大概是怎么一种感觉 这个如果没有个白板呢 真的很难讲清楚 所以我在想 嗯如果 如果到时候找工作的时候 是这个online面试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 handle这种提醒 用语言 能把这种东西给美食官讲清楚 哎 真的我太难了 好吧 稍微正题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状态机 它可视化出来 好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那个题目条件其实还是一样的 给了一个prices 是每一天这个股票的价格 好吧 一共有n天 然后接下来它就说你最多可以赚多少钱 那么它其实是有 嗯 嗯 在在这几天中你可能经历的状态 其实是三种 第一个就是你把买了这股票 然后你买了这股票的话 你就是持有这股票 然后第一个状态就是持有 然后第二个状态就是什么呢 你持有了之后你把它卖了对吧 嗯 你就是 嗯 卖了那只股票 然后你卖了之后 你办了那只股票之后 那就是 有一天是那个哭档 你是不能买股票的嘛 所以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你能买股票 对吧 那我们就是叫 这个 状态叫这个reset 就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 你又可以开始买股票了 多么美啊 然后有这三个状态 那么这三个状态呢 那分个分点一下啊 我们既然要把这个游戏规则给它制定好 那么就是意味着我们要规定 这三种状态能够从什么状态来 能够去到什么状态 听着上个哲学问题啊 一个是 from which states 然后第二个是 to which states to就是to他自己好吧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要已经解答了 from which states呢 我们来看一下 held就是你买 你发生了一个动作叫 你发生一个动作叫 by by之后呢 你就可以转化成了一个held的一个状态 然后sell 然后你就可以转化成sword reset你可以什么 一个是do nothing do nothing do nothing 是一个状态啊 然后这个 sword 然后大概可以从哪里来 你要 嗯 就是可以从这个 reset这个状态 然后还可以从什么状态来 就是我之前可买 然后我买了 应该就是这一种 sold的话就是hold的 对吧 就还是蛮easy的 然后reset呢 我之前可以我一直休息 我从reset来 我从reset来 或者呢我从那个sword来 就是我卖了啊 然后我卖了就是 我也可以休息了 好吧 然后就是这三种状态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defin好 我们规定就是private day today 好这个就是我们规定的啊 你可以从什么地方来 你做了某一个动作 然后你就可以变成下一个可存在的状态 然后for day 对啊 或者for 另一种就是current day 好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知道了 这个比如说 嗯 那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第一天 我们在day zero的时候 就是第一天 我们 可 嗯 第一天我们能够有的状态是什么 一个是 嗯 sold sold这个状态是不存在的 就是你买都没买 你怎么可能sold 对吧 嗯 嗯 reset这个状态是ok的 然后 耗的这个状态是ok的 就是第一天交易日结束之后 你能够存在的状态 然后这个我们也需要记一下 因为到时候 会 会直接影响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走这个路线 然后走这个状态的 然后走这个状态的路线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最后返回的只是说我们通过这么几天的交易之后 能够得到的 max maximum maximum on hand maximum 啊 那个profit on hand 那么我们每天其实应该记录的状态量就是我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我手里还剩多少钱 对吧 好 那我们 嗯 variable 我们都知道该有什么了 然后 状态怎么开始也知道 状态怎么转移也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 好 所以现在呢我们是 开始看一下这个implementation应该怎么走 嗯 首先呢我们 规定一下我们的state 哪一些 一个是sold 对吧 然后 嗯 一个是hold 好吧 然后第三个是reset sold的话 我们要 嗯 现在我们在第一天上位开始的时候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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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可以 嗯 就是 等于说我手头上的钱有多少 我sold的话 不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就 给他一个 mean value 为什么是个mean value呢 因为 我们最后要return的是一个我们手头上最多有多少钱 所以我们要把它init成它的绝对 绝对 绝对不可能的一个相反值 那么就是我手头上我就是个黑洞 我根本就是 穷死啊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hold的话就是 一样的 好吧 因为 第一天还没有开始啊 宇宙时 还在混沌 混沌之中 因为我是一无所有 好 然后reset的话就是 啊 色机之空 空机之色 啊 一切结尾空 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了哈 start start 然后我们每天我们都要去看一下我呃做了任何一个操作之后 我那个操作状态嗯 做了之后我手中会有多少钱 就是每一天 首先呢 因为我们就是 先把这个前一天那个状态量计划下面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update sold 这个variable了 那如果我们不记下来的话 那就是 会乱套了 呃 就是 update 动 就是有一个risk condition 就是 东西会乱套 那我们接下来sold 就会等于 套的 加上price 加price就是我们把股票卖了 那钱就进到了手上 对吧 其实一个入账 然后等于什么呢 就是那天我们把股票买入 那么就是 hub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可以从两个状态来嘛 第一个就是继续持有状态啊 然后 第二个就是我之前就已经就是啊 完成了一轮交例 我休息了 我休息了之后呢 那天我把股票买入了 这么就是股票一买入的话 就是钱就从手上出去了 对吧 所以是一个减price 然后第三个状态就是reset这个状态 reset状态呢 就等于 这也很好理解嘛 就是我们刚才探讨了一下reset 就是可休息 我在休息这个状态可以从 拿两个状态来 第一个是我可以继续休息 所以这个就是啊 一个reset 然后第二个状态 就是我之前那天就把股票给卖了 然后我第二天就是可以休息 就是强制休息 可以休息 然后所以这是两个状态 我们去大那个 因为毕竟最后还是要比手头上 剩多少钱嘛 对吧 然后我们最后return的是一个什么 我们最后return的就是啊 首先我只买 然后我我没有卖出去这个状态是不 不合法的 所以我们没有在能把那个held这个状态放到里面进行比较 然后还有两个状态 就是我在最后一天我把股票给卖了 那我手头上有多少钱 啊 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就是reset 就是我之前就已经结束交易了 我第二天就是在那休息 这是一个合法状态 那这两个状态中我哪个状态 手头上钱比较多 我就返回那个钱多的那个值 然后最后就是return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好吧 这个就是这一题 就是我们规定一个状态机 然后我们规定一下它的状态是如何 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然后我们最后就把这个 嗯 用代码给它表达出来 这就是整体状态机 啊 那个题号是309题 best time to buy and sell stock with kuda 好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嗯 我们有缘再见